主要是环绕以巴的局势,昨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因为以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背后是哪个国家呢? 以色列背后是美国,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背后最大的支持是伊朗 所以这次以巴冲日被视为美国和伊朗的幕后对决 所以伊朗的动态也令很多人关注 昨晚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看到伊朗的总统莱希和外交部长阿福杜拉 他们坐了其中一架直升机 他们的机队有三架直升机 刚刚拜访了阿塞拜疆 之后就回国回伊朗 但在途中遇到大霧 那么不幸,伊朗总统莱希和外交部长阿福杜拉那架飞机 就是眼着陆,其他飞机,其他两架没事的 什么叫眼着陆呢? 就是没说到它是被撞毁 或者是被攻击,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 眼着陆的意思就是被逼降落 就是差不多了,因为是大霧 那被逼降落的话 就未必是代表撞毁的 所以现在呢 俄罗斯、土耳其就派一些救援队去帮助搜寻 因为当地是很大霧 看看地点大概在哪里呢? 如果根据这个新闻的报导呢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就说了 这个事件发生在阿塞拜疆接让的城市 乔以法附近 距离伊朗首都德克兰大概是600公里左右 当时呢 伊朗的总统莱希正在 去东阿塞拜疆省视察之后呢 是回到伊朗德克兰的途中 跟莱希同行还有伊朗海交部长阿卜杜拉 还有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省长 还有其他官员和保镖的 那现在暂时呢 这两位重要人物呢 其实生死都未卜的 那如果 大家来试真是伊朗的总统莱希 以及伊朗内交部的部长阿卜杜拉 出了什么意外呢? 那整个中东局势又紧张 还有呢 也有人会猜测 究竟这个是否因为纯粹是大霧呢? 那这样 三架直升机 那为什么这么巧 只是阿卜杜拉和莱希那一架呢 是硬着陆呢? 那这样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因为昨晚香港时间是出了这个新闻 到今时今日 我今早去看新闻呢 还没有什么进展的 但是呢 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死未卜 那其实对整个的 尾巴冲突的形势 都是有重大影响的 因为譬如你 举个例子 譬如阿卜杜拉 外长 上个月就正正就是他 下令呢 就是以无人机和炮弹 是轻炸以色列 那么大部分呢 都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就拦截了 这些无人机或者导弹 那么就 基本上呢 阿卜杜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在伊朗 也都在今次的 尾巴冲突事件当中 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的 好 那说了这两个重要人物 昨晚的事件 现在暂时未知 我们再观察 那个新闻的进度 那我就想今天第1、第2题目 都说一说 现在的尾巴形势 是发展到怎么样了 那首先就说 以色列这位 防长 加兰特 那这位都算是一个重要人物 原来呢 最近呢 他就公开发表声明 他就说呢 他在电视道那里说 他说 今次的加沙冲突爆发以来 其实他一直都在想这个计划 希望可以解决 现在的尾巴冲突这件事 那这个计划呢 已经提供了给 内塔尼亚湖 已经是半年了 超过半年 但是呢 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也都没有任何的代替方案 他这个计划呢 他这个计划呢 就是说呢 给 给 巴勒斯坦领导回加沙 但是这个巴勒斯坦的新领导人呢 就不能够对以色列有敌意 希望可以结束现在加沙的紧张形势 因为始终现在这样对峙呢 对双方都是一直拖下去的话 这个战事都不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 内塔尼亚湖本身呢 就似乎很想拖长英的战事啊 因为之前呢 他在以色列国内呢 曾经有反对派呢 就是虎视眈眈 他总理这个位置 就要求提早选举 但是内塔尼亚湖当然不肯啦 因为如果提早选举的话呢 他下台的机会都很大 那如果一路的国家是在 战事当中的话呢 那就不会换领导人嘛 所以内塔尼亚湖为什么是这么支持 是以色列是继续 是进攻加沙的南部拉法呢 有评论就认为呢 内塔尼亚湖其实想保住他自己的领导地位 就不想下台 不想提早选举 那现在以色列国内呢 开始有反对声音 因为其实看到以色列 对加沙地带 有一个种族灭组的一个行为 开始除了炸烂了加沙地带之外 看到了 被骑上的照片 炸到飞起了 也开始看到有些地面部队 零声地去攻击加沙地带 借口就是要殲灭哈马斯 但是问题是 到今时今日呢 哈马斯都依然是活跃的 所以很多的声音 起码拜登和纳塔尼亚湖都不太合 美国是犹太人的 而犹太人是支持以色列 整个美国就表面上是支持以色列 但是拜登是不是真的这么支持 萊塔尼亚湖呢 有两回事 因为今次的以色列 如果继续在加沙製造 种族灭绝危机 或者人道主任问题 现在是说美国的国内的大学生 是广泛地进行示威抗议的 很有机会 这一班年轻人的选票 拜登是拿不到的 现在十一月大选越来越近了 所以拜登是有担心选举的票数方面 所以其实现在表面上拜登 美国表面上继续支持以色列 但是拜登是不是呢 或者其实布林肯都开始 去贫密地去中东去做滑船 希望以色列在进攻加沙的时候 减少这个人道主任危机 好了 现在看到也是既然 他的防长 加兰特都说话 就证明 现在以色列的内部 都有一些不和 以色列的内部都有不少人 其实在想 是不是应该 把萊塔尼亚湖 说下台呢 所以这个防长加兰特都出声的话 这个内部斗争也都越来越明显了 拜登跟萊塔尼亚湖的关系 其实都真的不是太好 你可以看到 其实萊塔尼亚湖 都没有去访问过 美国 或者是去跟拜登面对面谈 所以基本上拜登都不是很妥当的 现在以色列基本上都不是很听美国话的了 拜登其实都相当被动 他都很担心他竞算连任是受到影响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换了萊塔尼亚湖 或者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现在的事态发展 有些分析就是这样说 其实以色列内部也有问题的 还有很多人是苦视眈眈 就是萊塔尼亚湖本身的位置 其实都不是那么稳定而已 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以色列内部也有些斗争呢 就是说 其实你都打了 半年了 半年有多了 内塔尼亚湖声称要消灭哈马斯 最近有报道说 其实杀了很多哈马斯的人 杀了一万多人 3月底的时候 以色列就说 有13000名的哈马斯人 已经被击杀 还有一万人重伤 拘捕了二千多人 就是3月底的时候 已经说这些事了 但是当大家以为 以色列已经是 殲滅了不少哈马斯的人的时候 原来整整一下 又发觉 原来为什么越杀越有 究竟你是说 杀了一万三千名哈马斯人 是不是真的 你拘捕了二千多人 就应该是真的 因为你拘捕了 你说杀了一万三千多名 一万三千多名的哈马斯人 然后就伤了一万一万人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就很有水分 因为现在看到 至少 在加沙地带 就算 以色列进行攻击 攻击完之后 哈马斯还是 还是重兵在这里 现在估计 哈马斯还有三万人 在加沙地带 那为什么以色列 常常都说 我一定要 除了轰炸之外 我要派地面部队进去 加沙格南部拉法 正正就是因为 原来他发觉 哈马斯越杀越多 现在估计还有三万人在 但是问题是 如果真的地面攻击 进入 拉法 你是不是可以重点地 去 杀到这三万个哈马斯人呢 而又不会影响平民呢 这个相信 几乎上是不可能的 你要杀三万个哈马斯人 你在一百万个巴勒斯坦人 平民当中 你要找那三万人出来 已经困难了 加沙地带有这么多的地道 根本 哈马斯躲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 内塔利亚湖打了半年了 杀了哈马斯 你说杀了一万多 但是现在 仍然有三万个哈马斯人 在加沙地带 所以开始 其实以色列国内也有些 觉得不耐烦 根本就说 其实 就算连布林肯 都开始出声 他说哈马斯你怎么会杀得尽 是吧 人家打游击 说真的 你都不敢 你都不敢迈去 说真的 如果他真的躲在隧道那里 你怎么打 炸又炸不了 地面战 你都未必能打得赢 是吧 如果你打游击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以色列是不是要继续拖长这个战事呢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呢 以及以色列开始都有一些 乱了方寸 除了之前 就是 击毙一些车队 就是那个 那个派 不是那个车队 我不记得那个名字 但是近日又有一件事发生了 就是攻击联合国的车辆 令到 一名的弱弹公民受伤 又激怒了弱弹 因为其实一直呢 约旦和埃及呢 算是 和以色列的关系比较好 现在 以色列已经移动了 约旦的公民 攻击联合国人员 现在连约旦 都不妥 这个以色列 之前呢 当然中东很多国家 穆斯林国家 当然是不妥 以色列 包括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亚联邮 那现在再多了约旦 和埃及都不妥 的话呢 那以色列呢 其实是 就是那个 在中东的敌人 越来越多了 那至于土耳其呢 就一早都不妥 现在土耳其的 总理 总统 亚尔多安 他直接公开表示 我现在呢 在土耳其呢 正在为 一千多名的受伤的哈马斯成员 帮他们医病 医伤 那就是 会说明 土耳其是不妥 这个是以色列的 因为土耳其认为 以色列针对拉法的军事行动 是不可以接受的 哈马斯 和以色列应该是达成 停火协议才对 因为到现在 今时今日为止 这个尾巴冲突 已经造成超过 3万5千的 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呢 超过三分二是 虎女和儿童 这个实在是一个 人间的惨事来的 很多国家都希望他可以停止 但是整个 尾巴形势 只是会觉得 越来越复杂 特别是 昨晚 伊朗的总统和外长 这个直升机 硬着陆事件 暂时还未知道他们的生死 而尾巴的冲突 大家都看到了 背后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国力 这个次大发展 相当复杂 尽管看看 奈特尼亚胡 究竟会不会下台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 盧社长和我有关中国的 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 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